毒茶连环报 从手摇茶艺扩大到茶包 出包的是自创花茶混合乌龙茶 装成茶包的知名品牌3.1克 因为他们在产品的外包中都标榜无农药 但是却遭到了嘉义市卫生局验出 早在民国六十几年就列为禁药的DDT DDT会长期累积会致癌 是剧毒的农药 紧急通报了台中市卫生局全面下架公存 而封刺的是在4月15号才在官网po出检验合格 但是台中市卫生局却打脸 说鸡茶的时候业主完全拿不出检验合格证明 总经理朱俊彤才公开向社会大众道歉 台中市卫生局借获嘉义市卫生局通知 露夜到台中市大理区3.1克制造厂石成公司鸡茶 其中这款直火乌龙玫瑰茶 使用的乌龙茶是来自南投县民间乡上风制潮行 玫瑰花瓣是向台南市永生堂贸易公司从印度进口的 竟然含有两种DDT残留 他有验出我们的这个OPDDT有0.03个PPM 那另外也有验出一个叫做PPDDT有0.08个PPM 是茶叶的一个禁药 就是一定要零减出就对了 对零减出 不能这个在台湾其实在民国六十几年就已经禁止使用在 我们的农作物因为它会对人体还有对环境造成藏极性 而且累积性的一个极性的危害 而这批违规产品包含翠玉B四季春B和玫瑰花瓣 以三种原料用2比2比1的比例调配冲田而成 到底是哪种原料含有剧毒的DDT 卫生局还要追查源头的茶厂 但3.1克的官网却在4月15号po出 所有产品都检验合格 当场被台中市卫生局打脸 每一个部分他必须提供检验证明 那业者表示他的检验证明 他不知道检验证明在哪里 那也好像有还是没有 我们一直追问的过程是没有办法提供这个检验证明的 这次检查的结果我在这里跟大家致歉 因为我们也非常的惊讶 我们之前我们在检查的部分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才会进行生产 那这次结果也感到 这次检查的结果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惊 我们会跟上游供应商追究 并加重我们的自己的检测 被卫生局打脸后 业者当众向社会大众道歉 但看看3.1克产品外包装 都强调无农药相当讽刺 业者表明问题出在印度来的玫瑰花瓣 还说就是相信海关的抽验 除了要申请复院之外 未来不排除玫瑰花瓣或乌龙茶 都一律逐批检验把关 另外T4家乌龙冷泡茶茶包 也验出农药一分零超标 当场要求下架回收 记者 做好报道